泰国巴提亚泡塔尔是一座位于泰国东海岸的海滨城市 拥有壮观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和各种娱乐活动 是一个备受游客喜爱的旅游圣地,巴提亚海滩 巴提亚海滩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这里拥有数公里的金色沙滩和清澈的海水 在这里您可以享受阳光、沙滩和海浪 还可以进行各种水上运动,如冲浪、滑水等 用人的海鲜美食 泰国巴提亚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 这也意味着这里有着最新鲜的海鲜美食 您可以在当地的海鲜市场购买各种新鲜的海鲜 并让当地的厨师为您烹制 当地最著名的海鲜餐厅包括Line Savoy Seafood和Pricha Seafood 夜生活 泰国巴提亚的夜生活是令人兴奋的 这里有许多酒吧、夜总会和赌场 让您可以在娱乐场所里享受夜狂欢 其中最受欢迎的夜店包括Insomnia和808 Club 佛寺和文化景点 如果您对佛教文化感兴趣 那么泰国巴提亚也是一个值得一有的地方 这里有一些美丽的佛寺和文化景点 这些景点不仅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 还可以让您了解泰国的文化和历史 购物 泰国巴提亚是一个购物天堂 这里有许多购物中心和当地市场 您可以在Santore Festival Patel Beach购物中心购物中心购买各种名牌商品 也可以在当地市场购买廉价的手工艺品和纪念品 高尔夫球场 泰国巴提亚拥有许多世界级的高尔夫球场 其中一些甚至是由著名的高尔夫球手设计的 这里的气候适宜 球场条件优越 为高尔夫爱好者提供了完美的打球体验 度假村和水上公园 泰国巴提亚有许多豪华度假村和水上公园 让您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服务和设施 这些度假村和水上公园提供各种娱乐活动 如水上滑梯 水上运动 Sport等 让您可以尽情享受 游船巡游 泰国巴提亚的海滩是著名的游船巡游景点之一 您可以租一艘游船 欣赏这个城市的美景 或者去远离海岸线的小岛上探险 这是一个非常放松和愉快的活动 让您可以感受到泰国的海洋风情 泰国巴提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度假和旅游的城市 拥有许多不同的景点和活动 这里有着独特的文化和历史 让您可以了解泰国的文化和风俗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地方 那么泰国巴提亚绝对值得一游 如果您计划前往泰国巴提亚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从附近的机场出发 以下是从曼谷国际机场到达泰国巴提亚的几种主要交通方式 出租车 从曼谷国际机场到泰国巴提亚的出租车费用 大约在2000到2500泰铢之间 需要约2到3个小时的车程 建议您使用机场的出租车服务 这些出租车价格比较合理且相对可靠 巴士 从曼谷国际机场到达泰国巴提亚的巴士服务 也是比较便宜和可靠的选择 您可以乘坐机场巴士前往曼谷的南部总站 然后转乘前往泰国巴提亚的巴士 这种方式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耐心 但是价格相对较低 适合预算有限的旅行者 包车服务 如果您需要更加舒适和私人化的交通服务 可以考虑使用包车服务 这种服务可以提供私人车辆和司机 价格相对较高 但是相对舒适和便捷 您可以提前通过旅行社 或者在线预定平台预定包车服务 从曼谷国际机场到达泰国巴提亚 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 选择最合适的方式 无论您选择哪种方式 都可以享受到泰国巴提亚 美丽的海滩和充满活力的氛围 如果您计划前往泰国巴提亚旅行 以下是关于住宿 语言 货币和食物的一些基本信息 供您参考 住宿 泰国巴提亚拥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住宿 包括五星级酒店 度假村 公寓和旅馆等 无论您是想要奢华的体验 还是预算有限 都可以找到适合您的住宿选择 建议您提前通过旅行社 或在线预定平台预定住宿 以确保获得最优惠的价格和最适合的住宿地点 语言 泰国的官方语言是泰语 但是在泰国巴提亚 英语也是一种普遍使用的语言 许多酒店 餐厅和商店都可以用英语交流 如果您想要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交流 可以学习一些基本的泰语常用语 例如问候语 餐厅点餐用语等 货币 泰国的货币是泰铢THB在泰国巴提亚 您可以在当地的银行 ATM机或者货币兑换处换取泰铢 建议您在旅行前了解汇率和货币兑换的费用 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 食物 泰国巴提亚 以其美食而闻名当地的食物多样化 包括传统的泰国菜 海鲜 西式料理等 您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和街边摊尝试当地的特色美食 例如绿咖喱鸡 泰式炒河粉 烤鱼 冬盐等 此外 当地还有许多酒吧和夜市 供您品尝各种美食和倡饮榴莲 泰国巴提亚是一个拥有美丽景色 丰富文化 多样美食和友好人民的地方 无论您是独自旅行 还是与家人和朋友一起 都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 如果您计划前往泰国巴提亚旅行 以下是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一 签证和旅行文件 如果您来自某些国家 您需要在前往泰国巴提亚之前申请旅游签证 此外 您需要准备好有效的护照和机票等旅行文件 二 安全 泰国巴提亚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旅游目的地 但是您还是需要保护好自己的财务和个人安全 建议您随身携带贵重物品 不要在人多的地方乱吵 尤其是晚上 三 气候 泰国巴提亚的气候炎热潮湿 特别是在夏季 三月至五月 建议您在旅行前了解当地的天气预报 并带上适当的衣物和防晒用品 四 文化 泰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和传统 您需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例如在拜访寺庙时需要穿上合适的服装 不要穿着暴露的衣物或穿拖鞋 后 交通 泰国巴提亚的交通主要依靠摩托车出租 出租车和公共汽车 建议您谨慎选择摩托车出租 尤其是没有驾照或没有经验的游客 在乘坐出租车时 最好要求司机使用计价器 六 食品安全 尽管泰国巴提亚有许多美食 但您也需要注意食品卫生 建议您在选择餐厅时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 避免食用没有煮熟的食物或生鲜海鲜 前往泰国巴提亚旅行 需要您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注意事项 希望您在旅行中度过一个愉快和难忘的假期